这边的需求是说把REEPD结合LEN这两个函数 就可以做出这边的结果 至于怎么做,因为难度会比较高一些些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整个过程试做一遍 你们可以再把这个部分,可以的话就把它做出来 如果不行的话,下一次上课我会再把它做个复习 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另外其实你们也可以来个方法 因为我这个课程之前其实已经上过很多人了 所以你们假如要找类似的答案的话 其实有简单的方法 要不就是你可以从Youtube上面搜寻一下 像比如说像REEPD,假如说你函数不会 你可以搜寻一下REEPD 然后你打一个函数好了 这个函数呢,假如你不会的话,你会发现 其实得到的结果,像我自己搜寻 你会发现,第一个 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之前教学的录影 有没有看到,这个是我 OK,然后呢 这个是一年前的影片,这边也有,这个是在台式大上课的录影 OK,那其他还有什么 手机号码合并 REEPD,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讲的 OK,其他的话还有蛮多相关的这个教学 其他像LEN,比如说LEN你不会的话 其实也可以LEN,你把LEN打上去 LEN函数,看一下有没有 这边其实还有别的课程,像这边还有什么Excel一教就会 等等的,这边其实,这个也是我的 OK,那这也是我放上去的 OK,这个也是之前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找相关的教学 在网路上其实还蛮好找的 OK,所以请各位,这个部分后面 假如说有些部分没讲到的,像LAPS LAPS其实顾名思义嘛 就是取某一个字串里面的前几个字 RISE顾名思义就是后几个字 这些也许我没讲到的话 那就请各位自行再把它完成 那我大概讲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是REEPD加L LEN的话呢 我们一样,插入函数 找到文字里面的LEN L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LEN 然后长度部分的话就是把那个文字 放过来,然后它会得到几个字 算完嘛,身份字号嘛 从左边算到右边10个字,按确定 那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它帮你算完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算完之后的话发现 有两个身份字号怪怪的 身份字号不可能有11码 所以呢,可见的 就有两个人的那个身份字号是错误的啦 OK 那其他还有什么呢? LEN还可以辨识 LEN这没办 这个可能用MID MID OK 那如果说我想要知道身份字号的第二码 它是性别码 1的话是男生 2的话是女生 那假如说我希望呢 从身份字号里面得知那个 性别的话 那该怎么做 当然不是用眼睛看 1输入男 2输入女 而是希望呢 透过什么,以SEL自动帮我判断的话 那这个地方 该怎么做 当然可能要分两阶段啦 第一阶段就是先取出第二码 第二阶段再判断 用1输 判断什么 判断说它这个到底是1还是2 如果是1 那就男 如果不是1 那就是女 OK 这个我想请各位 其他部分自行练习吧 那我们比较重要的部分 我们把它完成好了 这里的话呢 最后就是 请各位把字的做做看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因为呢 我需要在那个什么呢 区码跟末码这两个 前面补0 那补0的关键就是说 它里面一定要有三个字 所以如果不足三个字的话 那就补不足的那个部分 所以这边可能会需要有个计算公式 就是3减掉什么 3减掉L1N 刮斧 把这个里面的字数带过来 那算完之后两个字 有没有 所以3减掉2 那就是 重复一个0 那如果这个地方 把7带过来的话 那就是1嘛 3减掉1变2 重复两个0 那以这个 逻辑 那我们来把最后的这个部分完成 试试看 所以我大概试做看看 and 这边的 补几个0 补几个0 我用REPT 当然自己打 REPT 钱瓜糊 补几个0的话呢 就是 前双引号 后双引号 逗点 那补几个0是 怎么样 怎么样可以知道说补几个0 用3去减 一定要三个字 减掉什么呢 L1N 前瓜糊 OK 那几个字的话呢 就是 根据这边的字数 后瓜糊 意思就是帮我算一下 里面有几个字 两个字 那3减掉2等于1 记得哦 这边有前瓜糊 后面再补一个后瓜糊 这个后瓜糊是REPT后瓜糊 那我们把它打勾 诶 补一个0 所以你向下填满 这底下 你会发现 诶 这个是两个字 所以补一个0 这个是三个字 所以不补0 那后面的话呢 再and and什么呢 and这个 再把它原来的门号区码 把它串进来 那就变084 打开勾看看 诶 084 底下也是一样 向下填满看看 诶 有了 OK 诶 那是不是都三码 诶 没错 OK 底下都三码 那后面的话 还有末码部分的话怎么做 你会发现呢 诶 这个公式好像 跟这个 后面这个 跟前面这个 其实逻辑是一样的 只是位置不一样 所以哦 你需要再重做嘛 其实倒也不需要啦 只是 说你要怎么样 可以刚好把后面这个 前面这个公式 把它放到后面可以 两边是可以通的 那第一个 一定是 后面一定要是and and什么?and- 然后一直到最后面 然后一直到最后面 所以你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怎么 把and- 这一串 把这一串复制 贴到后面来 然后只要改两个地方 把G4 G4 改成H4就好了 OK 所以哦 我们就是可以Ctrl-C 记得and的符号 一定要复制到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后面来 然后呢 把这边G4 改成H4 但你可以这样选完 就按 点一下它盖过去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把G 改成H 都可以 然后打个勾 OK 那向下填满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啦 OK 所以今天的作业啦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什么 把REPT LEN 试做看看 那 另外的话有时间 你们就是在把其他 这个里面的一些填控题 试着把它补上去看看 那相关的答案在云端 在YouTube其实都有啦 然后最后就把这个给做出来 这个当然公式在云端上也有啦 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我把这个云端 白板上面 这边有一个公式 在第几页 往下 在这里 OK 是在第三页的地方 OK 那最后的话 你们就把这个档案 把它存档 然后呢 脚胶到这个POTO上面 那就完成今天的部分了 OK 剩下时间的话呢 就给各位做练习好了 OK